雖然今天呢 詹康老師第一次來哲舞 那就是他的哲舞初體驗 然後呢 也相對比較難得的我們在哲舞 比較多跟基本哲學相關還有社運相關的議題 但是通常比較少東方的哲學 那特別今天要談的 就把東方哲學兩個很大的脈絡 或者莊子的道家 然後大宋國教或禪宗 那基本上今天就已經要橫話兩個人 但是呢 我認識詹康老師應該差不多今年也差不多快20年了 20年了 超過20年 應該是吧 滿20年 應該是滿20年了 那這20年其實 我一直覺得詹康老師他是國學多文 然後 他真的是跟今天要談的主題一樣 他就是 其實是夏世比亞迷 然後呢 又看電影 又看文學 然後呢 就是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是在書店 都一直在買那個 都一直找西方政治哲學的書 那我以為他做西方政治哲學的 原來他是做中國哲學的 那也因為這樣子 張康老師的背景其實是非常的豐富的 所以他對於很多的議題都滿有興趣的 但是更難得的是他可以在眾多不同的議題裡面 可以去找到一些關聯性 那至於那樣的關聯性是需要靠非常紮實的文本證據來建立 還是因為他有特殊的洞見 所以可以看到兩者的相關 那我想今天的演講裡面 就會呈現出來 然後我自己也非常的期待 特別剛剛也有朋友已經講到有尼采 其實尼采也常常被當作某種跟佛教這些相關的 或跟禪宗相關的 那當然尼采跟海德格有關 海德格又跟禪宗有關 所以這一整掛 基本上我對他們的那種恩怨慶仇 然後之間的很奇怪的奇妙的關係 我也感到非常有興趣 那我也沒有聽過張康老師講 莊子跟禪宗 所以今天我也是抱著滿大的期待 想來聽聽看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把時間交給他 然後大概一個多小時 一個小時20分到30分鐘的時間 然後之後我們可以開放Q&A 那如果再短一點點的話 我們會Q&A的時間可以多一點 我相信張康老師他今天來也就是希望說 有跟大家比較多的互動 好 那我不多說 我把時間交給張康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但是 講出來請大家聽一聽 不過 因為我現在全部都要用頭椅 而且有很多的古文放在上面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就是朝向到一邊轉向 尤其是那邊的前面或是遮住的 是不是要把座位轉到後面來 所以你可以往這邊移動 我會按照同一天來講 所以大家把椅子都調過來好了 因為有一個大概至少要花一個小時的講解 對 請各位朋友就是以色轉過來 對 請各位朋友就是以色轉過來 就是以色轉過來 那但是 被車住的就請麻煩留到後面空的地方看 好 這樣子 這樣子夠暗嗎 還要 還要有比較有情調一點嗎 這個 一開始我自我介紹 就是 我的學位還有我不是為了研究的 然後我主要在研究的是莊子跟韓菲 那我興趣在中國政治哲學 西洋政治哲學跟經典閱讀 好 這是我前年 我已經到現在已經四年前出版的書了 是關於莊子 今天我講的莊子 我剛才有蠻多的朋友說對莊子有興趣 可是莊子很多東西 那我的書也只是談這個主題性 或是自我概念而已 還有其他的東西都沒有處理 這個書就已經寫了很多了 今天呢 今天要講的莊子 又是更小的一點點 像逍遙的呢 我知道這個是 還有好聽解謎是大家最熟的 可是我今天不會觸及到這個很抱歉 但是我還是會講一些 大家平態處理的東西 我從 這個是柏拉福那個洞穴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所以 柏拉福認為 按照他的哲學 有一個真的東西 但那個真的東西定義在這個世間 因為這個世間它的特色是有變化的 會分解的 不永遠存在的 那我們追求那種 永遠存在不變純淨的東西 它比喻成為是在洞穴外的熟悉的東西 以及由太陽所照亮的東西 那裡面的呢 卻是影像 而且造成影像的東西還是假的 就是畫面中間的那個人所用的牛啦 馬啦 瓶子啊 等等的 呃 等等的 像那個東西的東西 然後火頭過來 那洞穴裡面的人看到的是影像 影像 而且影像還不是真的活的 活的牛的馬 是假的 那 所以那是一個假 就是有假的東西所構成的世界 那我們看得到是假的東西 假的東西的影像 呃 如果有人出去了 那看到了在太陽光下面照射的真的東西 柏拉圖還要求他要回去 回去到裡面再去跟那些沒有看過真的的人相處 不只這樣 其實如果他要講外面真實的是怎麼樣的話 裡面的人其實還會不相信他 可是他得回去 他得回去 這是柏拉圖的希望 也就是說 柏拉圖哲學家知道了真相 知道了 所謂的真相就是那些形上 形容上的那些東西 以後 他不是只就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裡面 他還是要回去融入人群 在融入人群的時候 想辦法去溝通 把他看到的哲學真相跟真理 跟不懂得哲學真理 而且排斥的人去溝通 並且還要在某種程度上面的去實現 比如說正義的理念或者是平等的理念等等 那這裡就有跟現實妥協跟現實對現實讓步等等 那種種的下一步的實踐上的問題 所以從柏拉圖開始就認為說 我們的世界 因為我們的世界 這不是不只是柏拉圖 我們都可以接受 這個世界是變幻的 這個世界是不常鑄的 所以常鑄的在哪裡 那這個常鑄的東西 怎麼樣支持我們這個變幻的世界 這個是大概大多數的哲學系統 或宗教系統 都接受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或是基本觀念 所以我們有我們現在的這個世界 我們現在這個世界總是不夠真實 因為它總在變中間 所以下面的像這些電影 這是1998的楚門的世界 好像現在有一個新的片名 金凱瑞演的 他演一個從小就失去父母 然後被電視台領養 然後電視台就把他的24小時 真實的成長過程 還成一個現場節目讓大家看 所以全球觀眾就看著一個嬰兒這樣子長大 他不知道他活在的是攝影棚裡面 那些那個節目提供給他的人生 他從上學到找工作到談戀愛 全都是電視節目提供給他的 最後他就發覺這個世界有點不對 後來他就想要逃出去 那那個導演呢 當然用了各種的方法 讓他比如說恐懼坐飛機啊 恐懼搭船啊 出國不好啊等等 但他最後發現他要逃出去 那最後導演就讓他逃出去了 他就回到真實的世界了 所以一個攝影棚裡面的那個世界 是非常模擬真實的 而且跟觀眾所知道的我們的真實世界是一樣的 可是他知道了說那個是一個假的 即使一切都是真的 以後他就有一個求真的衝動 下一個海客認為下一年就是同樣的嘛 如果你知道了那是一個虛構的世界 可是那個虛構的世界仍然也一樣跟我們一樣 但是你一知道他是假的 你就想要去求真 同年還有一個片比較少人知道的 叫做第十三層樓 那裡面的人都是軟體裡面的人 軟體的空間裡面的人 那真人就可以連接到電腦 然後把他的記憶 back up 就back up 到軟體裡面去玩 玩完了之後再back up回來 那在軟體裡面的這些程式 發現了這一點之後 就把自己的memory back up回那個真人 所以那個真人就死了 就在城市裡面死了 而軟體裡面的人卻得到了我們的肉體 就進入了城市設計師的這個世界 就是真人的世界 可是這個就讓我們想 我們會不會也是被另外一個 城市設計師設計出來 然後我們在這個世界裡面活 那這三個電影都 應該還有別的電影都在講的就是說 即使這個世界是模擬真實到 即可亂真的程度 但是我們都有一個求真的意願 都就是不滿足於這個 就像是我們會去買仿真的皮包 或是仿真的牛仔褲 或是仿真的家具 那是因為我們沒有錢 要是我們有錢的話 我們還是崇尚正品 正品 那一個假畫 就算它是百分之百跟原畫一樣 但是你知道它是假畫 因為真畫只有那唯一的衣服嘛 那這個假畫就沒有價值 我們都會這樣子 不是說它對我們來講效果一樣好就好了 我們有一個內在的價值 就是把價值壓在真的東西上面 那所以這個真的概念在哲學上就是稱為 real或reality 那翻譯有點便扭 會翻成實在實有 不過常常我們用真實就可以傳達這個意思了 這個真實實在或實在界實在物 是一個不能夠有我們的意願 或是有我們的思維 所讓它有或沒有的東西 它有就是有 它有就是有 而且不管我們是不是知覺到 它都有一個獨立的存在 然後這個跟幻覺 像是想像或是做夢不一樣 幻覺裡的東西 做夢裡的東西是假的 夢 你如果做一個夢這是真的 可是夢裡面的東西發生的一切 等到夢醒之後 並不會在我們的身上留下痕跡 你做了噩夢 但是你起來之後你沒有受傷 可是你不會 你不能夠想像說 你可以有翅膀飛出去 那個是在真實世界上 你沒有那樣子的效力 我在做這一頁的時候 我想到了七年前還是八年前 劉雪華的丈夫鄧玉坤 他們住在上海 結果他們從十幾樓 鄧玉坤在晚上兩點多 從窗子裡面出去就別死了 我在想鄧玉坤應該沒有自殺的理由 因為他那麼愛劉雪華 他就是緊 所以是不是他在幻覺 他在夢遊 然後你回窗外是什麼東西 他去撿東西就這樣子就死了 所以不要把幻覺夢跟真實毀掉 所以真實的東西實在的東西 有這三個特徵 他是持續存在的 不管跟你有沒有關係 第二個呢 是跟我們有相同觀能的人 就可以看到他存在 第三個是他有影響其他事物的能力 因為我們所有的萬物都在一塊 所以會有互相的關係 比如說 在沙漠裡的綠洲 在沙漠裡的綠洲 我們沒有去那裡 但是只要有去那裡的 或是說空中偵查 就可以看到他存在 那你看得到說他存在 我的朋友也看得到他存在 假如說我們兩個的眼睛都是正常的 我們離開了之後呢 他那邊的水 那邊的草木 還是構成一個小小的生態系統 在那邊一直在運作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 我對於實在的概念的介紹 但是在哲學上面 當然裡面就千變萬化了 有人就會說 連夢也是實在的 我剛才講的這些其實都是基礎知識 到了哲學家的手上會再變來變去 那 可是我們這個世界 我剛才開頭就說 它是不恆定的 它是變化萬千的 東西是消失 新的東西又出來 所以哲學家常常不滿意 那哲學家常常覺得 要有一個叫做 終極實在這樣的東西 去保證我們這個世界 那做為我們的世界的根源 或者做為我們世界的證明的基礎 那這些東西在 中西哲學史上面 就提出來像是 來生 或者我們剛才開頭說 管阿福的行而上的性 上帝或者依 或者是像康德的物自身 這種人擁有沒辦法知道的東西 中國哲學的天道理器 這裡就有好多好多的哲學系統 那會對於這些概念有不同的 怎麼說 用不同的作為他們核心的概念 那剛才講的是實在 第二個我想簡單講一下原理 那我們尤其來摺武的朋友 可能都很重視原則 然後很重視這個不可侵犯的道義 什麼什麼 所以像是這樣子 你到底站在哪一邊 或者是一切都是在這上面不能讓步 那原則原理這個principal 這個字是來自於拉丁文 而拉丁文在翻譯希臘文的時候 是翻譯這個叫做arched 這個字 也用first principle來翻譯 那我們都比較習慣知道principal是原理 可是其實在希臘文的那個時候 arched是有它的動詞化的另外一個字 是有去開始的意思 還有去統治的意思 所以這個字本身是有開端、起源、原因 然後再來才是原則、原理的意思 所以在因因字典裡面 它對於principal這個字先給的定義 也是給的第一個是指起源或是原因 第二個是有了起源原因之後 就有它的一個發展性對不對 發展特色 每個東西發展的方向或是成長的過程不一樣 我按照了什麼線 然後第三、第四定義 才是我們知道的跟原理有關的 但是它還在學科上面會有不同的中文對應 像是素跟精 就是用在化學工藝學上 第三個我要講的是自我 剛才後來有一位年輕朋友在講要認識自己 這是一個美國社會學家 它說這個我們人只有角色而沒有自我 那我們現在有三個概念了 有實在 然後有原理 然後再來是自我 那我想我們可以說從最大一直到我們自己 我現在我要哪一個 現在我要哪一個 我來按這邊講 在宇宙方面呢 談的是宇宙的實在性 在人群在社會的時候是在講人群社會的組織的原理 人群是道 那講個人的話就要講個人的自我 那就有這樣子的一個三個病排的關係 如果是講實在的話 我們是要找一個終極實在來保證它 如果在講人群社會的話 就要去找出人群社會的第一原理 這個等一下再講一下下 然後如果是個人的話呢 就是再找出個人的自我和個人的主體性 那待我今天要講的就略過了最右邊的這個 那主要是擺在左邊的那個 但是左邊的這個會包含到中間的這個 所以我們就來看這個終極實在跟實在的關係 剛才我一直說 我們這個世界是定位在實在 所以要為這個實在找一個終極實在 所以如果有一個終極實在的話 我今天把它稱為有根的宇宙 可是如果否定或是質疑可以找到終極實在的話 就稱為無根的宇宙 這樣子可以接受 那我們來看 真正可以來看這兩種的信息 有哪些的理論的可能性 有根的宇宙 如果你相信這個宇宙是有根的話 那你作為一個修行的人要怎麼辦呢 一種出入是我要降低我對於這個宇宙的依附性喜愛 然後去增加那個根的部分 就是我要更能夠擁抱 更能夠增加在我的身上這個根的部分 然後降低這個世界的部分 柏拉圖的哲學家就是這樣子 他的靈魂是跟像一致的 但是肉體是另外一種 肉體是有好多元素組成的 會分解的 而且還有不同的慾望 這些都是有愛他的哲學追求的 那基督教一般而言也是這樣子 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 但是這世界不是不好 但是上帝才是你的靈性 想要去飛回去 他是天父 那這個小孩都是向往父母 所以都要去往那邊去 那剛才講中路哲學的天道理器也是有同樣的意義 大聖佛教的如來藏思想 印度的範 今天我就不多做解釋了 我把這些疑論留在這邊 第二種可能性是充分重視這個宇宙 雖然有根 但是根並不會掩蓋這個宇宙的光彩 在18世紀西洋的這個第一種 翻譯成為自然神論或是理神論 就是一個這樣的理論 上帝在創造了這個世界之後 就不再干涉了 他不應該再行奇蹟了 然後從這個世界裡面就可以充分研究出來上帝的旨意 有了第一種之後才會有到19世紀的自然科學或是社會科學 所以第一種對於我們現在如何進行學科研究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換的階段 康德的物資深也是 雖然是個根 但是他並不能夠對我們有幫助 我們也不能去對他幹什麼 他就是支持了這個宇宙 我們就只要研究這個宇宙就好了 黑格爾的理念跟絕對精神就是要在這個世界上面慢慢的實現出來 他還沒有實現到完整的時候 誰也急不了 是不是 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就是說我們的語言 我們的社會 我們就是這樣的結構 你知道了之後並沒有怎麼樣 你還是要去面對這個社會 第三是要找出第一原理來建構社會 我這邊列了契約論 社會契約論跟效益主義 你看 社會契約論就是把人設想在一種情況下面 那個人會怎麼做 會互相下來殺去嗎 會為了保障自己的財產嗎 你要把那個確定下來 那你就知道一個正義的社會 一個合理的社會 一個有福利的社會 應該是怎麼回事 所以你要找到某一個第一原理 那個第一原理 所以剛才我們從希臘文講到英文 就是它是起源 它也是成長的力量 發展的趨勢 這個是屬於很像有根的宇宙的那樣子的一種思維推理 建構哲學的方式 可是我們現在也有無根宇宙的想法 對不對 我們下面來看 無根不是理所當然的 就跟有根一樣都是需要哲學家 理論家去建構的 所以第一種可能是一種懷疑論 或是一種認知有限論 推理有限論 我們沒有辦法得知有沒有終極實在 以及它是什麼 我今天要講的莊子就是這樣子的 在宗教上的不可知論 赫序尼章明的也是這個畢章 第二個是徹底反對有終極實在 到大聖佛教的時候就這樣子了 那無神論 宗教上的無神論 對上帝也是這樣子 第三個是雖然reality 就是此事 不是很理性 也經不起理性的分析 但是它的現實存在 它在社會上 在個人的 在人心上的有效性 就是它一個優勝的理由 好 保守主義開創者 伯克 或者是一些重視習俗的哲學 或是實踐主義 對於reality的重視 可以屬於這一類 第四個是認知到這個東西 還有第一原理 是沒有定論的 我們現在在多元的主義的時代 屬於像是厄蘭 後期的羅爾斯 前期的羅爾斯是剛才社會契約論的傳統 但是到後期 它的這個政治的而非行而上等 還有交別的共識 我都只把名詞念過去喔 現在沒有時間解釋 等一下看看那個演講的時間到哪裡 還有將會的戰定協議的這樣的概念 或是在多元能力的前提下面 然後不得不退讓 然後去找出新的人的社會的組織的原則 第五個是人自己來創造意義 為自己或是為他所影響到的人 太樂的所謂的激進啟蒙運動 就是後期的啟蒙運動 還有他用這個詞叫做無求以外的人文主義 是這樣 然後還有尼采 剛才有一位朋友 還是幾位朋友對尼采有興趣 英雄主義 自己創造意義 然後反對這個庸俗化 然後瞎小化 然後片段化 這樣的人生觀念 然後這是我們的一個很大的架構 接下來我就要講今天要說的大聖佛教 大聖佛學跟莊子了 我會比較多的時間講大聖佛學 特別是用禪宗來說例子 原始佛教 就是釋迦牟尼 他發了我們這個原始性空的概念 那什麼是空 什麼是空 我在維基百科的心經這邊找到這一段話 我發覺如果沒有接觸佛覺的話 可能都會有這樣子的誤解 以為空是空間或是沒有 那色即是空的色就是美色或其欲 那維基百科幫我們解釋了色在翻譯上 文的翻譯上是指物質型態影像 空是指無常非固定不恆久 所以色即是空的意思是一切的型態影像物質 都是無常非固定跟不恆久的 原因是這樣子的 就是 釋迦牟尼認為一個東西是由別的東西組成的 一個東西是由別的東西組成的 所以我們如果XYZ組成A的話 那麼哪一天這個X就要衰退了 那只有YZ不可以繼續的構成A 所以A就會借鑒的崩裂 A就會借鑒的崩裂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兩件事 A不可以自己存在 A是由XYZ合在一塊而存在的 然後它不只不能自己存在 它存在之後也不可以永遠存在 因為XYZ會跑掉 所以如果你這樣子的理解的話 那麼基督教上帝 基督教上帝 他是一個自己存在 他不是由別的東西構成 因此他不會消費死亡 這樣子的一種神惡的東西 就不可能 在佛教的理論上就不可能用上帝 因為所有東西都不去符合這個 因緣合合而產生的理論 再來如果XYZ然後A A再崩解之後 A就再分化給PQR 這樣子對不對 這樣的話就是說 世間的所有東西都是這樣子混合 不斷的混合 不斷的演變 不斷的消失跟產生 那所有的元素就在這邊組來組去 那這個在佛學上稱為無盡緣起 那就是說你找不到一個宇宙的起點 大家就再組成大家 我們大家都混淆了 我身上現在有60幾公斤的原子 對不對 那這60幾公斤 在過去的50億年裡面 跟我們在場的你們身上的東西 其實說不定也在某一天有碰在一起過 組在一個東西過 所以我身上的東西可能重建構成過你們 你們也構成過我 所以這就用不到造物者 不用造物者去創造這個世界 這是佛教跟基督教的大分別 那大聖佛教是後來發展出來的 原始佛教認為我空法有 我空法有 空就是剛才講的緣起的概念 那原始佛教把我解釋掉了之後 我就不太有值得追求或者我要執著的東西了 可是原始佛教認為法是有的 法有很多很多的意義 那我們就講最簡單的佛法好了 我們剛才有 我再回去剛才那兩頁 無盡緣起跟這個和和產生因緣 那這不就是一個對於世界構成的理論嗎 這個理論是不是永遠存在 是不是永遠存在 在原始佛教認為這個理論要原始存在 可是大聖佛教開始認為 連這個理論都也叫做空 也都不見得要存在 這個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方式來解釋 假如你認為佛法應該是有的話 就是它永遠都存在的話 那佛法是要幹嘛的 佛法是要來度人的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世界 我們現在在幾個目的咖啡館 可是呢 假如說今天 墓澤咖啡館突然要拯救 突然要怎樣 然後我們這個活動要臨時改地方 我們就改到台大法院 台大法院 走過去就到了 然後墓澤咖啡館就在前面 列一個板子 說今天晚上就只有五 然後沾上教授講什麼東西 然後改到台大法院 大家看的時候就過去了 過去了 過去了過去了過去了 然後陸陸續續來的人 看到板子都全部過去了 用過去了 最後這邊就沒有人要來參加了 這塊板子就沒有用了 這個告示就沒有用了 對不對 好 所以佛法是用來度人的 假如有一天人度完了 那這個佛法就不用了 可見佛法也是依附在某個XYZ成立上 這個XYZ就是現在還有人 還要在冥王中間 大家還在輪迴裡 但是有一天達到目標之後 這個東西就無效了 所以一切東西都是因人產生的 剛才對於這個世界的理論也是 也是因為有這個世界 有地水火風叫做四大 有五音才有那個理論 要是在另外一個平行的宇宙 然後另外一種物理學的定律的話 那些也不成立 所以拉上佛教會開始認為 不只是我是空的 法也是空的 法也是空的 極端來講就是 叫做空空 空空 空空有別的意思 但是空空的意思就是說 原始佛教發明的這個空概念 空概念就是因緣概念 就是不恒常概念 連這個不恒常概念 本身都是不恒常的 這叫做我空但是法也空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原來是要修復 要滅步 要進入滅 那都是針對於輪迴中有苦的生命而言的 所以還是在一個條件前提上 所以從空 在空的觀念來講的話 這個也是個空 空不是沒有 沒結果 空的意思是說 空就是因緣合格 你要知道它都是有前提 那個東西才有價值 但是佛陀開始就教我們說 就是因爲有前提 你說價值 它就教我們 看清這一點 然後摧毀這一點 就不要再去做太多追求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佛也不值得追求 然後如果這樣的話呢 你就不要有一個 有一個清淨 然後沒有煩惱的東西 面對相對於生死 不要有一個菩提 智慧 清淨 相對於煩惱 這兩個東西就可以平等了 你既然不用追求佛法 佛果的話 你就看我們原來有生死 有痛苦 有煩惱的社會 有世界就好了 這就是大聖佛教 當然佛教跟 跟 跟祖宗 不要說 我們就講這個 後面後面這個禪宗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它用更刺激的語言 更創意的手法 來講這個道理 這邊給大家看兩段 這一個是在大聖的經典裡面的 小品波羅佛羅蜜基 它就講了 眾生是如患如夢 然後再來呢 那種修道的果 從虛陀還果 到私陀還果 到阿那還果 阿羅漢果 替之火果 都是如患如夢 然後再來 佛法也是如患如夢 涅槃也是如患如夢 然後再來 如果還有比涅槃 更高尚的法 還是如患如夢 這就是大聖佛學終於想出來了 連佛法也是一個有前提的存在 那 所以這個是印度的經典 到了禪宗的時候 這個禪宗的開創者 禪宗的開創者 禪宗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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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室法跟初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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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自信 沒有神信 只有空的名字 連名字也是空 你如果認 這樣的認他賢明為實際的話 就大錯了也 這些東西都是依變之幾 屠殺也是依的 涅槃也是依的 解佛也是依的 佛有三身 法聖報聖化聖 也是依的 世根境也是依的 屠殺也是依的 佛也是依的 這些都是依的 都在依變國土 那你要去尋求什麼呢 到了禪宗之後就說 佛是不值得追求的 這邊講到空有二宗 簡單的來講 剛才說空並不表示東西不存在 因為我們這個世界是有限的存在 會變幻的存在 說空就是說有 只是有不是指 終極實在的那種有 所以佛教會稱為假有 或是廟有 用這個假或廟來修飾它 表示它是有限的存在 所以在大聖佛教裡面 而是在非大聖佛教 跟大聖佛教裡面 都有這兩派就是著重 你要講空還是講有 這兩派的不同 禪宗的歷史 最早是菩提達摩 他是印度人 然後到了中國來 所以他是中國的一祖 在印度是第28祖 然後一直傳到五祖 然後再來就是到了六祖 六祖跟神秀是對立的 所以那時候就發生了 南宗跟北宗的對立 神秀的惠門的弟子 有五到七代 五到八代 那個期間叫做超佛祖師禪 超佛祖師禪 很奇怪的名稱 但是你們馬上就會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然後 然後 他們就建立了不同的教法 這個教法就成立了五加七宗 這五加七宗裡面有幾宗在宋朝 在元朝的時候就失傳了 所以現在還有靈紀宗 朝貢宗 靈禮宗都分成兩派 兩派就是這裡面的七宗裡面的兩宗 可是現在的禪宗跟那個時代的禪宗不一樣 等一下你們看了就知道 這邊是殷聖跟慧勳都說 六祖壇親的時候 那仍然還是印度的那樣子的形式 可是到了超佛祖師禪的時候 就是惠門的第一代弟子開始 就不一樣 就變成中國禪或者是老專化的禪 禪宗的空中有中 是說到了一種是說非心非佛 一種是說即興即佛 好 這個是日本的一個照片 我想請大家舉手樣一下 你們認為這張照片 體現了你們心目中的禪宗的意義的 舉手 不敢舉嗎 沒有 另外一張就是認為不符合 只有一位 兩位 三位 四位 四位 那麼少嗎 還是他都被禪宗不了解 真的啊 好 我想問大家結果感想非常少 我先來講一下禪宗的觀念 我剛才把它列在無根的宇宙裡面的一種 所以我要講的有這邊這六點 這六點裡面主要的是要去正成第五點 就是說在超佛祖師禪這裡 是要教人過平常禮子的 第一點是禪宗 我現在講的是超佛祖師禪宗 以及後來的六家 五家七宗 不是現在的禪宗 現在的禪宗跟那個傳統的禪宗不一樣 那個傳統的禪宗在 吳金雄 我們不知道這個人 吳金雄有一本書叫做 禪宗的黃金時代 講的都是這個時期 第一個是說不要再修行了 不要打坐 不要念經 不要禪七 不要什麼時候 不要吃素 等等都沒用 為什麼沒用 根據空的禪 剛才空就是說 XYZ才能成立A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A不能夠永遠存在 記得這一點 現在把這一點用到了佛法本身 馬祖道一就說了 道不是屬於修的 如果你要說它是修得道的話 修成了就會壞掉 修成壞掉 就跟聲文是一樣的 就跟平常凡夫一樣 如果你不修 你完全不自覺 你是石頭還是石頭 也不會怎麼樣 那所以兩個都不對 道又要不可以修 又不是說不能修了 這個後者我不說了 但是我們要講前者 任何要修的東西 都沒辦法持久 既然佛是要修的 那你就不要指望了 就算你修到了 它會XYZ會離開你就又沒有佛了 這很可怕 這就完全了 完全這個側極端化到 到那個傳統佛教就不成立了 所以再來說了這些 如果你用了那麼長的時間 像恒河的沙那麼多的時間 去做佛教所說的六度跟萬行 然後你終於得到了佛了 也得到了菩提智慧了 也不是究竟 為什麼 因為呢 那都是因緣造作 這就空的意思 既然是空的話 它會空解 它會離你而去 那所以因緣 因緣產生的 因緣就會離開 離開了之後 你就還要再回到無常 無常就是不肯定 就是你還要再繼續變化下去 造作重審 說佛法求 人家問他佛法求遠如何用心 然後他說 你看到前漢後漢就是西漢中漢 把持天下 最後的時候還不是沒有得到 所以你要把持一個佛的果 佛果 你也不會得到 如何是沙門行 沙門就是蘇家人啊 那蘇家人應該守戒律嘛 他回答是離開那些行 就是叫你不要修 再來林清清玄說了 有說你修得的都是生死業 剛才講的六度萬行 我看呢皆是造業 求佛求法是造地獄業 求菩薩也是造業 看經看教還是造業 祖師說如果你做那些事 住心看鏡 舉心外照 射心內成 聽心入定 這些都是造作 造作就完了 造作就是沒有辦法 永遠保持你的江山 好 那第二點叫做不要求法 不要求法 法在哪裡 法首先寫在佛經裡 然後再寫在你的師父裡 你就要去問師父 那祖師就是從菩提達摩 一直到六五慧能 都是祖師嘛 造作從神說 如果聖堂裡面還有祖師的話 叫來給老師洗腳 所以你不要尊重權威 你不要尊重你的老師 因為你如果摩拜老師的話 你就開始造作 你求到的佛果也是會失去的 好 林慶玉璇再來了 無佛無法無修無正 你這麽挨家挨戶的思慾 求什麽誤呢 Blind force 你已經有了一個心了 你幹嘛要在心上面再找另外 你的心就是佛了 你幹嘛要到外面再去找另外一個佛呢 又是他 你這樣子奔波的 往各地禪院找各地禪師 找什麽東西呢 即使你把你的腳 因為你要行腳 把腳板踏到平了 踏到扁了 也沒有佛可求 沒有道可成 沒有法可以得 你到外面去求那個佛像的佛 或是誰叫你的佛 都是外面的佛 叫做有相佛 跟你是不相干的 你只要認識你本身就好 召佛從神說 所以否定有佛學知識了 什麽叫做歸根得止啊 不能跟你講 跟你講就違背了 因為現在叫你不要讀經了嘛 不要突破那些佛學知識了 再下面還有祖師基來意 祖師基來意就是講普提達摩了 他從印度到中國來 是要來傳禪宗嗎 所以他到底要傳什麽 他說 庭前伯術子 庙前面的庭院 庭院上面 庭院裏面種的伯術 有伯術子 再問一次 還是庭前伯術子 古提達摩來中國傳的是庭前伯術子嗎 當然不是 那是什麽 好沒關係我們再看很多這個經典對話 如何是佛 甘史覺 甘史覺是從前沒有草子的時候用來示分的小竹木片 佛為什麽是甘史覺 答非所問明顯的 可是不只是答非所問而已 這個答是一個有用意的答 我們再看下一個 另外一個有名的回答 是他剛才前面那位的弟子 如何是佛 他回答麻三斤 麻就是植物纖維用來做布袋 用來做麻衣的植物纖維 你買三斤回去處理 為什麽要回答這個呢 如果要 如果現在的佛教師父 你問他如何是佛 他會跟你講佛就是絕者 佛的範文叫做布袋 布袋是絕者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佛經上面都有答案 都有答案 為什麽不回答那些答案 回答那些答案 就跟你講那些事你要去追求的 而按照我們現在的理論 叫你去追求任何東西都是錯的呀 錯的呀 所以你越以為有個佛學知識要了解 他越要跟你講沒有 沒有你就去看日常生活就好了 你現在回去到樓上就看到了 木槌湯館的書了 看到了咖啡了 你就坐下來喝就好 不要想這些 你認為說這些要遠離 然後要去做過某一種特殊的生活形態 那個才是修行人的話 那就是走上祈福了 要回把你轉到日常生活裡面 所以你不要立成為目標 所以你不要立成為目標 這第三點 這個我們的佛教徒都是立成為目標 然後這些成宗的祖師就覺得好麻煩喔 所以就越講越激烈 說你們得了佛病 佛病 你們就是一定要去道理拜拜 一定要捲錢 一定要讀經 一定要吃素 一定要去受戒 這些都得了佛病 你們得了佛病之後很難治療 我要怎麼樣幫你們治療 我要怎麼樣幫你們治療 我要去把你心裡面對佛的尊重 給他罵掉 給他毀放掉 才能把你救回來 所以這個下面的這位黃貝西運 是林濟玄的師父 他就稱為佛葬 你的這個心被要成佛的那個意念所葬住了 葬住了之後 你就陷入一個因果的那種追求裡面去 周禍從神說這樣的 佛教的祖師耶 宗子參師耶 說這種話耶 但是比這個還大逆不到的話 他們就繼續講下去 因為大家講不行 林濟玄說的 三聖十二分教都是視不盡固子 都是張兒子 你沒有辦法再把它插白 佛是幻化身 祖是老補丘 是菩提達摩 你還是媽媽生的嗎 如果你是求佛 就是被佛魔給射了 你若求菩提達摩 就是被祖魔給伏了 你要做任何求 接下來就是菩提 這是佛教的其他觀念 所以你同樣的林濟益玄 你要向裡向外 縫的變殺 碰到佛就殺掉他 碰到了祖 一祖到六祖就殺掉他 碰到了羅漢就殺掉他 碰到父母 碰到清卷都殺掉他 才得到解脫 這裡的殺不是真正去殺人的殺 而是去殺掉你腦袋裡的那個觀念 你認為有一個佛教 他是跟你不同的 你要去追求 你要按照他的方法去做 超佛祖之禪就在這裡就超了 他現在就叫你不要去立成佛的目標了 然後他們所傳下來的 從阿涵基因的到什麼經典都不要讀的 越讀越造業 德山宣建說 我這裡看不到佛跟祖 達摩是老少谷 釋迦摩尼是剛才講的甘死絕 等絕菩薩跟妙絕菩 他們是菩薩 現在是破職凡夫 菩提涅槃這兩個概念是戏與絕 戏與絕 戏與絕就是在地上盯著樁子 然後你把那個女綁在那毛 然後什麼鬼神戶啊 世昌遊脊啊 還有四果三賢 初心十地 這是菩薩的十地對不對 一十一地就是佛了 是手骨蟲鬼 這些就是用那種醜化的方法 攻擊的方法 污衊的方法 去叫你不要再認為佛是崇高的目標 最後一個到了北宋的所有兩種病 一種是騎鯪逆鯪 另外一個是騎了鯪卻不肯下鯪 騎鯪逆鯪呢 是你騎了鯪但是你不知道你騎鯪 所以你要找一隻鯪 這樣還好 他說更糟糕的是騎了卻不肯下 就好像比如說現在的佛教徒 你跟他講超佛祖師山 他會覺得你這個是邪魔歪道 他們還是堅持說我還要繼續拜師 我還要繼續修 我還要繼續參加殘期 我還要參加殘期好多次 最後就明星見幸 但是從超佛祖師山來講的話 你有那個你就永遠沒辦法明星見幸 第四個就是接受無常的 既然沒有佛 既然涅盤修了也沒什麼價值之後 你就只剩下你原來的日常生活 然後原來的不能解脫的這些痛苦 無極之身 因為要相對於有極之身 我們都是會生病的身體 我們會生病的身體 原因就是來自於四大五一 四大五一 可是從超佛祖師山來說 沒有有極之身 跟無極之身的分別了 所以佛經上的傳統說法 也是假的 所以那些也等於這個 也等於這個 也等於這個 所以我們就知道 四大就是地水火風 我們就是地水火風無盡的這個程度 五音是射受想情是嗎 是嗎 是嗎 沒關係 是好 第二個真實人體 也是要跟我們現在的這個 會幻化的身體來對比的 那它的答案也一樣 真實人體的概念是錯的 回答也是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就是在不斷地替代 所以就也摧毀了真實身體的概念 然後三界外人 但是我就在三界內 然後婆婆問說 我是五臟之身 如何可以脫離 那她回答說 希望你永生哭喊 對 再來第五個 那就是你 我們就是四大五音跑掉了 然後我們應該怎麼樣 也就要過日常日子 而不要去求佛嗎 所以這個龐驅士龐運 他的一首詩寫 運稅跟班財 救世神通 救世妙用 那同一代的人說 行住坐臥 無非妙用神通 與莫彼為總是法門佛事 所以不用創家 不用念經 不用打坐 不用那些 而應該做這些日常事 那請問這個和尚如何修行 我的修行就是著一吃飯 這個就是修行嗎 那你請問我每天在睡什麼 著一吃飯 如何是七師佛 就是該睡覺的時候睡覺 該起床的時候起床 那他們覺悟到哪裡去了 極切處 這個佛法最重要的地方 這個趙多崇神很幽默啊 是不是 小便也是尿疾啊 尿疾要我親自去尿才行 所以不能幫忙尿 好 修行佛法就是小便的時候要小便嗎 這是什麼答案 佛經上面絕對不會有這個答案 為什麼不叫他們去看佛經 而說 而要回答這種答案呢 他們已經覺得佛經不對了 好 到靈基義學了 靈基義沒有名 佛法沒有用功處 就是平常如是 阿始奉廟 著一吃飯 困來即我 著一吃飯 如是過時 第六 搬隨運財 著一吃飯 阿始奉廟 困來即我 乃至於一切的事業 乃更加至於 跟是非善惡 有關的事情 都要做 可是又都不要執著 才不會造業 既要做 又不要執著 的意思是下面兩個 就是你有這個像 但是你又要三號 離開這個像 第二個意義叫做念念不住 念念疾念 就是你在吃飯的時候 你念在吃飯上 但是你吃完飯之後 你念就在下一件事情 你不要再 你不要再念 剛才那個念 你在做 當下這個事情的時候 也不要念 未來要做這個事情的 那個念 這叫念念都限制在 它存在的那個時間 不要跨到過去 即跨到未來 所以馬祖道義說 要在善惡適中不治 然後後面說 前念中念 後念中念 念念不相待 所以這個就是一代的關係 dependence 然後念念疾念 每個念就在它存在的那一刻 那一刻結束了 那一刻結束了這個念 也要結束 然後只要有生死心 造作 趨向 就是污染 如果你能夠懂得這個道理的話 這個道理叫做 平常心是道 平常我們先來講這句話 但是平常心在這裡的解釋是 就是不要造作 不要有是非 不要有取捨 不要有斷跟長 斷就是永遠不存在 長就是永遠存在 我們做了一個事業 希望它永遠存在 但是不可能 然後不要去區分 凡跟聖 這點我們 我們再看後面 看有沒有比較 比較多的解釋 有一個 精通律學的僧師 來問大慧諸凱 和上修道還用功夫 用功 如何用功 就是積來吃飯 困來疾眠 大家都該吃飯的時候 該睡覺的時候 都這樣做 你用功跟大家有什麼不同 不同就是 他吃飯的時候 不肯吃飯 百般屈所 睡覺的時候 不肯睡覺 千般計較 所以有不同的 我想這裡並不是在 批判大家貪 大家想要成功 想要成名 想要賺錢 這樣子而已 這裡其實 我到下一頁再跟大家講好了 黃國欣講的 吃飯沒有咬到一粒米 走路沒有踏著一片地 這樣的時候 無人 無我 無人像 無我像 終日不離一切事 不被租金或叫做自在人 念念不見一切像 默認前後三季 這個就是前念 中念 後念 每一念都有一個時刻 叫做季 前季就沒有去 這個季呢 也不會停下來 後季呢 也沒有來 這樣子 這就要緊迫 所以事情還是要做 在做事情的時候 念頭還是要在那上面 只是你不要過了之後 還在那邊牽托 然後對於未來還沒有發生的時間 你也開始期待 這樣子你的前念 後念 中念 就沒有限制它 在他們自己的時間裡 而就全部都貫傳起來 這裡就是被租金或 它不是叫你離開一切事 它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都要有那個念 只是你不要去 去一直禍下去 這最後了 說到簡單的講就是 隨元宵就業更莫造新樣 所以禪宗是教你要認真 認真做當下的事 但是做完了之後你就離開 離開做下一件事情 所以有它認真的一面 也有它就是捨離 不要認真的一面 那我剛才講的都是禪宗 因為資料比較多 那現在來講莊子 莊子是比較就更早 但是呢它用的推的方法 是用夢的類比 好這個夢的類比 夢的類比有兩個故事 第一個是這個 有兩個人在談論孔子 叫做曲卷子跟長武子 那引述孔子的話 說聖恩不從事於勉強 不就力不厲害 不喜歡求不聯名道 沒有說話就是說話 沒有說話就是沒有說話 而言之說之外 這跟我八句話 夫子以為這個是粗略的說法 而我以為這是精細之道的行徑 而言為怎麼樣 那然後回答的是長武子 我略過他講的話 然後他後面就開始批評了 他說我怎麼知道 喜歡生命不是迷惑 我怎麼知道 討厭死亡是死而不知道返回 立即是愛帝守風江人的女兒 他就是一個小城鎮的 一個沒有見過大世面的人 他自以為在那裡很珍貴的 禁國迎娶他的時候 他要離開家鄉的時候 哭的衣服都濕透了 等到他到了禁王的王宮 在跟國軍睡在同一個方形的圍床 吃精美的魚肉 便對他的哭泣感到後悔 我只能知道死人對當初求生不後悔了 好所以這邊的這個比喻 你們就看得懂了 我們不知道 一個沒去過對的地方是怎麼樣 所以他更好 立即在離開家鄉的時候 以為他的家鄉是全天下最繁華的城市 結果出去的時候才知道不是 我們以為我們這個生命很好 搞不好死人都很好 對不對 死人都不知道歸反 那圖魯斯特有講同樣的話 我們想要看清楚死後是怎麼回事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犯錯的以為 我們仍然投射出我們活著的那一刻的自我 那時候的形象 我們都是用生去想死 搞不好死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覺得 基督教的天堂天國 有這樣類似的情形 都是用生 然後我們把生 我們活著的那些不好的叉叉掉 剩下這些好的 然後再把它加強十倍 就是說天國是那樣的 其實天國可能根本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好所以那個曹子就是說 夢見飲酒的人白天醒來不如意的事就哭了 夢見傷心痛哭的人白天醒來不如意的事就哭了 所以夢是一個惡夢 醒來的白天你可能快樂 或者是是個甜蜜的夢 但是那天白天你不如意 在做夢的時候 我們都不知道自己是做夢 大家有沒有意外嗎 有在夢的時候意識到自己在做夢嗎 有的朋友有 對有的朋友有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說要常常這樣 我自己是前幾年才第一次這樣這樣 然後後來前幾天有了第二次 我這輩子也才兩次而已 在做夢的時候我意識到 因為在夢裡面有些東西 後來我就察覺到 複合邏輯 然後我的那個就想起來 自己就是在做夢了 很難很難 然後呢在夢中又解這個夢 醒後才知道是夢 所以假如說我們 我們的先到下一段 只有在大絕之後 才知道這個是大夢 可是愚人卻自以為醒了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以這個80年90年的壽命 當作是一個夢的話 那我們的前後 前後才是那個睡覺的一個大絕 我們夾著這個八九十年 好如果在做夢的時候 沒辦法自覺到這一點的話 你憑什麼去猜說 你大絕之後的那個世界是什麼呢 我們是不是就是以我們做夢的時候 所以為的生命 然後以為死後 after life還是那樣呢 對啊 如果這個夢是一個絕對的限制 我們不管用什麼方法 都揮不過去的話 那我們不知道醒來之後的生命 假如說有沒有那個生命 你知道嗎 那最後就到這裡了 孔秋跟你都在做夢 如果有一個哲學家 如果有一個哲學家 在講人生的真諦是怎樣 這個人生的真諦還可以保證你 死後可以繼續的順暢的活下去 可是沒有人可以知道死後的世界是什麼 那個東西怎麼能夠用到死後的世界 所以那都在胡說 都在胡說 就說這些叫做奇異的年談 我不知道對不對 如果你在萬世 一世是三十年 萬世就是三十萬年 如果你三十萬年能夠碰到一個 能夠解他的話 那個三十萬年也是很快的 意思就是不可能有人知道 我們都在這個八九十年裡面 沒有人從另外一邊跑回來 告訴我們說那邊是什麼 現在有一些憑死的經驗 但是還是沒有客觀成立 絕對的成立 那先知上帝天使對你說什麼話 是不是你自己的幻覺幻聽 這個就是沒有客觀的判斷來 讓我們來講 所以這邊是用一個用具的夢去類比到人生 然後跟你講說 可能就是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的話 那些妄自彩測的話如何信 這是他的第一個論證 第二個論證是 第二個論證是 他在這個孔子跟袁迴在談 五國的一個人叫做孟孫才 他的媽媽死了 好他要辦理喪事 但是呢他顯然他的心中不愛痛 形式上面喪事辦得很好 但是袁迴看穿了他心裡面不愛痛 那孔子就了解孟孫才這個人 就幫他說話 說他進了居喪之道 也進了知識的極限 雖然簡化喪禮 而不可以再簡化下去了 他已經有所簡化了 因為他不知道生的原因 也不知道死的原因 不知道哪個先 不知道哪個後 順化為物 以待他所不知之化而已 大家都在這個有限實在的世界 有限實在的世界就是要變 那這個變的原理我們不知道 從哪裡變來 我們又要變到哪裡去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這一段人生 我的這一段人生 跟我的媽媽的這一段人生 在他的後半 以及我的前半是重疊的 媽媽現在離我先走了 他去哪裡 他為什麼今天死 他為什麼昨天活 一切我都不了解 可是還有更簡單的想法 要化 為什麼知道不化呢 不化又怎麼知道你化呢 後面說了 我跟你都是做夢還沒醒過來的人 這就是剛才的話 剛才那個他被批評的話 且他有形體的根格 而沒有心的損傷 有身軀的山變 而沒有精的死亡 至於我不知道這個精要怎麼辦 孟孫氏尤其覺醒 人家哭泣 他也哭泣 這就是他難以哭出來的原因了 孟孫氏他特別覺醒的是 他沒答案 他沒答案 媽媽為什麼會死 他沒答案 然後但是媽媽死了 喪失要辦 喪失要辦 喪失要辦的時候 好像應該哭 可是他沒有答案 他就難過不起來 難過不起來 別人難 別人 吊傷的人來 吊傷的人要哭 所以他就會跟著哭 可是那個情緒感染又完了之後 他又不哭了 所以這個他的哭 是勉強出來的 是自己裝哭出來的 我們後面會講 下面孟子講的話是最玄話 世人相互立了我而已 哪裡知道我所謂立了我的呢 好 好 現在 那個 葉老師邀請我 所以呢 這個 第一人稱 是我 這個第二人稱 我們就是你 然後呢 這邊還有大家 就是你們 你們 然後他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然後第三人稱 這樣子 我們因為高通的需要 然後要有一個自我中心 所以立著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這個 我這位第一人稱 後面這個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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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孫才也不知道 孟子也不知道 我們只是又為了徐標而立了我 但是 不知道 那個立了我的那個人又是誰 那個在我們的知識之外 有一個在我們知識之外的東西 那個是我們要求的 現在對孟孫才的問題就是說 有一個我叫他媽媽的那個第二人稱 他真的死了 但是死的 死的之外 我媽媽背後那個東西是誰 他在哪裡 他死了嗎 他真的是我媽媽嗎 一切都不知道 對不對 一切都不知道 所以孟生才在世俗的禮儀下 他要辦那個喪禮 可是呢 他對於真正死的是誰 甚至於那個東西有沒有死都不知道 所以他也可以不肯定這一點 就沒有理由讓他難過 那這又回到了夢了 如果你夢的時候是那樣的話 那醒了之後就完全不一樣 孟孫才就是知道這一點 我們現在在這裡 在這個夢裡面有一個現象 就是我得了一個媽媽 這個媽媽死了 然後呢 大家叫我辦喪禮 我就得按照習俗來辦 孟孫才已經懷疑這整個是夢了 所以這整件事的真實性不夠 不夠 他現在只是依附於習俗上 然後就做一做而已 所以最後說 如果突然感到失意 就來不及笑出來 我們在感覺到幽默好笑的時候 到那個神經傳到皮膚 然後你笑出來 差了0.00幾秒 是不是 但如果你沒有感覺到笑 又要裝笑的 你不覺得這個好笑 但是因為公司場合 然後你要裝笑的時候 你又要慢了0.00幾秒 孟孫才就是這樣子 他沒有覺得他媽媽的去世 應該要哀痛 可是等到別人來掉上的時候 他就可以陪哭 這就是裝出來的 好 裝出來也是一個有意義的事情 這就是今天要講的 雖然他知道是假 但是還是要認真做一下 安於假裝而順化 就進入了聊天宜 好 所以我們結合裝子跟大聖佛學 然後以傳宗為例的話 就是說不要去想一個超過這個世界的真理 或者是真正一個可以成立的真理 那就不要去往外看 往外看那就往回看 看回我們這個世界 看完這個世界的時候 就要過一整日子 過一整日子的話呢 第一個不要認真 因為你要知道他沒有真實的基礎 可是也不是完全不認真 完全細絕他 完全不去做 孟孫才還是要幫媽媽扮桑椅啊 禪窗的和尚還是要吃飯穿椅啊 吃飯穿椅的時候不是說隨便 他們是可以認真的 這個我覺得 我們再講一遍就可以講到了 對比而言 對比而言 跟這個有根的宇宙 在有根的宇宙裡面生活的話 你就我剛才的 我說過的這兩種可能性 一種是降低這個世界 降低這個世界的追求 或是往而增加你對於上帝的效果 還是你對於道 還是你對於氣功的氣 還是你對於那個的成分的人 不然的話就是從 就是從某些新教或者是 現在的這個社會科學 來自於那個自然神論來看的話 你成分這個世界非常的充分 非常的美滿完美 而它因為這是有上帝的基礎 還是有道的基礎 所以你在這個宇宙裡面 充分的發展就好了 這是有根的宇宙的時候 兩種可能的方向 可是如果是在無根的宇宙生活 而且如果是採取 雙子跟他生活學的觀點的話 首先它剛剛沒有這個根 可以幫你去趨向的 那你也意識到 因為宇宙沒有這個根 所以這個宇宙是有缺陷的 所以它沒有很大的意義 也沒有完美性 因此你只能夠繼續安於 待在這個世界上 但是呢還要再去領會 一切的生活實踐 還殘存的意義 什麼是殘存的意義呢 這裡有一個可能性 它在我們有趙周重審 他的師父叫做南泉古苑 那有 所以趙周重審還在當學徒的時候 在南泉的廟裡面的景樓 上面打水 四是從前的一個動詞 動詞結構後面的一個柱子 表示行為的進行或持續 然後他在樓上 看到他師父從樓下經過 他就打水就停下來 就抱著那個景樓的柱子 然後把腳抬起來 就整個人這樣子熊抱住那個柱子 然後就喊說 相救相救 然後南泉就爬上那個景樓 然後再爬上景樓的時候 可能就順便就喊一二三四 然後師是此徒弟 趙周就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再回去謝謝他師父說 誓來謝和尚相救 這就是一個和系對不對 沒有這件事情 沒有這個任何的危險 他就突然這個發難 搞了這個 可是他的師父為什麼默契那麼好 也配合演出 他們沒有約定 這個是臨時的一個戲 然後大家兩個都improvise 但是第二個人為什麼懂得也要improvise 我想 我想這個師父兩個人都懂得 人生是 我剛剛講無根的宇宙 所以人生是沒有真實基礎的 人生是沒有不像上帝要這個 創了亞昌 然後再創了夏娃 要他們結婚 是嗎 所以結婚之間 這是一個人生典禮 這個典禮本身也是上帝指定的 但是佛教沒有這些東西 那這樣的話人生要怎樣 人生要怎麼過 不是一個 你understand 我也understand 然後我們兩個的understanding 合在一塊 然後不就有一個意義嗎 這個意義就存在於 你跟我都願意賦予意義 這個不就是人生 如果我們能夠協同出 這個協同靠的是 靠的是民族文化 靠的是宗教 靠的是共同的生活習慣 只要有這些東西存在 大家按照那個協同的方式去做 就沒有再操控那個以外的意義 然後莊子也有類似的公司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嘛 侯公要養猴子 然後給那個莉子 說早上三顆晚上四顆 猴子不喜歡 那就早上四顆晚上三顆 猴子就包信起來 這不就是只要你的 你統治的人民 同意就可以了嗎 有哪一個比較正義嗎 正義不重要對不對 大家同意比較重要 所以如果是五顆兩顆呢 也可以只要猴子同意就可以 那這個猴子 猴公需要跟猴子解釋說 你不懂四加三等於三加四嗎 不必解釋嘛 如果你真的相信四加三 比較有意義的話 那就四加三很好啊 你們快樂嗎 今天演講好聽嗎 所以生活實踐的意義 產生於人跟人的協同 不是來自於第一原理 這是一個可能性 當你是一個無根的宇宙 當你認為一原理 產生不出來的時候 羅爾斯為什麼從他的早期變到後期 羅爾斯以為說 如果有一個無知識目的設計的話 每一個人在求徒困境裡面 都會那樣去 我這樣講會不會對大家 有些人不知道羅爾斯的理論 然後他還開始 真的齁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羅爾斯 真的齁 一號老師 一號老師等一下 我已經講到幾點了 我已經講到幾點了 已經八年五十九了 沒關係 十天都是假的 我要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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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個十分鐘 真是的 所以 上這個也是葉老師 可以來幫我們解釋嗎 一個人有一個視角 一個人也只有一個視角 但是大家都把自己的視角 貢獻出來 貢獻出來之後 得到一個最佳眾德 還最佳取捨 這就不是 這就不是一種 從第一原理去推出來 這個社會 理想的社會 或理想的政治 應該要怎麼樣 提成的想法 羅爾斯也是 他認為說 人在求徒困境裡面 一定會做某種選擇 一定會做某種選擇 後來大家就跟他講說 你會那樣子想 還太天真了 那都是自由主義的人 他會這樣想 如果是就承認了 承認 那就沒辦法 沒辦法弄出來一個說 人在什麼狀況下 一定會做那樣的選擇 比較類似人性論 或是什麼理性決定論 那樣的 那樣的一個 絕對前提 他認為沒有尿於絕對前提之後 他就只好談交疊的共識 江貴剛才說的 佔定協議 就是說 只要大家能夠剖鞋 統合出來 然後解決眼前的問題 也許效力可以長一點 但就好了 那不是從我說的第一原理出來 那這些東西就可以 往前推推到羅克 他非常的贊成傳統 贊成這個社會的法律 社會的 怎麼說法律 從事方式嗎 那法國大革命 卻把那些摧毀了 可是用理念建立起來的 卻對於人心 沒有這個約束的能力 所以大家不會照做 所以 按照理念去革命 結果是災難 而不是實現理想 佩格爾就很妙 他說 他說 他說的是 拿破人 征服了西班牙 就給西班牙一個憲法 結果那個憲法 完全沒有辦法實行 因為西班牙人的程度 還沒有上來 所以你用理念去弄一個東西 但是 沒有配合到那個民族發展的 發展的 幼年 青年 壯年 中年 老年 沒有配合這個階段的話 那 也對他們來講太早了 中華民國在民國出年的時候 很多選法也是這麼回事 好 我要講一下紅紅夢 紅紅夢呢 呃 在這個太虛幻 門口有一個石頭牌坊 石頭牌坊上面的對聯寫說 假作真實真意假 無微有處有環窩 所以任何東西都是假 就算你做成真的它還是假 沒有 你做搞成有它還是沒有 整個故事是用方外包入方內 方外就是太虛幻境 有幾幻仙子主持的 方內呢 的焦點在賈府 賈府的這個Gravity 意求引力的中心 是賈府 那這裡面唯一有福分的人 就是賈寶玉 他去了太虛幻是兩次 第一次去的時候他還太小 還不到十歲 什麼 一定還不到十歲 所以去了之後 請換人說 唉這個小孩還是不悟啊 等到第二次去的時候 他就有點懂了 有點懂了 所以他悟了什麼 他當然知道說 當然方內 回去方內 剛才那邊 方內就是我們說的world 就是只是實在 而不是終極實在 實在就是會變的 實在是虛 不要說是虛幻的 但是實在是沒辦法持久的 那所以他跟林黛玉的愛等等 當然林黛玉也要死 不然總是這個愛恨別離佛教的出發點 佛教吸引人的地方都是在這裡 但是我覺得他悟的不只是這一點 他怕他要悟到說 他這一輩子來 然後林黛玉也來兩人愛 都是因為前面造成的 前面就是他不應該去澆水 到底在那邊愛上他 所以這輩子他們會這樣子做 我們只有石頭跟醬醋賢草 這兩個東西的關係 可是你就要知道所有的關係 在這裡面的金銘十二差 政策復策又復策 那麼多的女人跟那麼多的男人 一定前輩子就是有這樣子的瓜葛 這輩子就要繼續的糾纏在一塊 所以要把這些瓜葛 就像剛才由於最後一頁講的 慢慢的把舊葉削完 然後小心不要造新葉 你才可以結束這個重複 不然的話就要移植下去 講是很理想的 但是其實你這個新葉就是會繼續造 所以講我一頁認真作假 你看其他的中國文學 其他的中國文學 如果遭受了失敗 遭受了打擊 然後一個和尚或是一個道士 來給你點話之後 他不是馬上就跟人家走了嗎 可是只有紅龍夢不是 紅夢後來的四十回 很多人都不喜歡讀對不對 太多人都不喜歡讀 但是這後面的四十回是很有意義的 從現在從莊子跟禪宗的觀點來看 他不是馬上就輸家 斬斷成員還要繼續逗留 繼續逗留的期間 他做了就是收起莊子 道教佛教書 都他喜歡的 然後跟他的職子同科考上去人 而且太太反應了 可能是男胎 他做的這三件事 就是才拜別父親 在白茫茫的學弟 他有一個大橫栽 然後賈政在那個坐船 然後這個他就跟著一生意到來 跟爸爸講話就這樣 那所以成員有一直真生的這個問題 他的轉變就在這個地方 襲人是他的大丫鬟 他說二奶奶就是他太太 就是薛寶釵 我們也不懂 我們只想說我們這些人 從小辛辛苦苦跟著二爺 不知賠了多少小心 況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前 跟前行了多少向道 他為了要結束一些成員 他得投胎 可是投胎這件事情 又增加了新的成員 他如果能夠這一次結親的話 他就不要下一次再來同財再來還債 還債 所以他就把莊子 禪宏器 人民包這兩本是道教的書 武登貴也有所佛教的書 就是禪宗的書 把這些都收了 收了之後 還說燒掉更乾淨 最後講兩句話 內典與中無佛性 金丹法外有先重 內典就是佛教的書 與中無佛性 這就是超佛祖師才 才學一個黃金時代的這個頓悟了 然後第一句話是佛教的 第二句話就是道教的 要在金丹法外才會有成功 你在裡面反而沒有 然後他就要去科舉 科舉之後就是 他科舉之後就決定一出考場就失蹤 所以這就是他跟他媽媽最後一次見面了 他跪下科三個頭說 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報答 只有這一路長 而且呢靠個舉人 那時候呢 兒子一輩子的事情也完了 一輩子的不好也都遮過去了 尤其是最後一句話 他是一個令爸爸不滿意的兒子 對不對 那媽媽跟奶奶疼愛的不得了的兒子 要怎麼樣一輩子不好的事情才能遮過去呢 今天我做了一輩子不好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做什麼才能夠遮過去 現代人比較困難 但是如果在古代 你能夠幫家裡考到一個許多的話 你一輩子不好的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這句話我讀到他會覺得蠻辛酸的 你看他已經堅決要割轉這個母子 不只母子還有太太在旁邊等等 一輩子 之後他長大到二十歲左右 一輩子的人他現在要永遠脫離 這就是最後的告別 所以他的這個任甲做真的最後兩回的這個效果 努力喔 俗持同榜中舉 雙倍同樣我們沒 這個就是一加一大於二 如果只有他持一個中舉 或他一輪中舉 還就沒有那個效果 因為後面兩個 都是因為兩個人中舉 一加一大於二才發生的 他看到的皇上看榜 皇上看榜的時候 他全省的榜都要看 他就看到這個 這個順天府還是陰天府 現在不知道到底是南京來北京 他看到同榜都姓 兩個都姓甲 都姓甲 然後名字又有點關聯 就開始問了 這個是不是甲府寧國後代 是 皇上就高興了 他們的後 他們上一代犯了罪 下一代居然有這麼上進的人 皇上一高興就赦民 舊超江的家產發還 而且這個爵尾也讓他重新世襲 這兩個府就從 從完全被剷除 一向又完全恢復了 原來的地位 然後再來是未來 未來就是賈蘭考上慶士 不過這個是賈蘭自己生氣 還有他媽媽比玩教育的 不能算交保育的功勞 但是仍然我們還要一加一大於二嘛 所以未來流了一句話 他叫做蘭櫃其方 也就是賈蘭育的兒子以後 要取名為賈櫃之類的 然後這個賈櫃一定會跟這個賈蘭 他們是同輩的 然後就會怎樣怎樣怎樣 很好 這就是 認真作假怎麼樣 讓 我看我的下一個字 認真作假 我們在 我們在太區幻經裡面 有這個 玩石 跟像中仙草對不對 然後太區幻經呢 把這個實際的世界給包在裡面 在這裡面呢 他們化身成為了寶玉跟黛玉 那他們呢 完完的在之後他們都要回去 可是 可是這個賈蘭要繼續的 在這個有限的世界裡面傳下去 傳下去的時候 他認真作假 把一個已經倒掉的賈蘭 再重新建立起來 賈蘭一直下來就是我們 我們還在這個世界裡面 做有限的努力 然後做出有限意義的事情 留下有限的影響力 然後再由下一代人接好 這個是 那邊是終極實在 這邊是實在 在左邊是一個寒闊的關係 方外把方內寒闊進來 中間是我們今天比較花時間講的 就是我們在哲學上 這個實在是不太 我們總是覺得好像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絕對的基礎 這樣這個實在沒有很大的意義 或者從剛才的 《亥克龍》等等電影來說 當你知道一個是假的時候 你就要真的 所以大家嚮往要上帝 大家嚮往要 還是要信佛等等 都跟我們人 人心大家都不喜歡講話 喜歡買真的東西 都跟我們人心裡面 這樣的一種基本尺項有關 這個是不法解釋的 這個是不法解釋的 但是我要知道右邊 右邊這個畢老師要跟我同樣的感慨 我們的這個終極實在 在於我們寫出這個研究的著作 然後放到著書出來裡面 以後我們可以看 但是今天來跟大家演講呢 演講講不完的 我渡你們渡不完的 下禮拜我又有新人對不對 釋迦摩尼永遠在那邊渡人 他死了之後 他的福山在那邊繼續渡人 永遠渡不完的 但是在什麼渡 在什麼渡 在什麼渡 在你們渡都是 我們今天有緣 但是 其他的人呢 其他人呢 可是如果我們寫一個書呢 幾百年 一千年還會放在那裡 如果寫得夠好的話 我們變成了偉大水家 變成了康德 變成馬克斯 之類的話 那就永遠渡下去 所以我們是 我們這個教授 就有這個 有一種互相削弱的關係 是嗎 如果我們要做這個 就沒辦法做那個 如果我們做那個的話 就不能做這個 如果我們做 所學的興趣文化 我們就不是 嚴肅的教授 我們是這個 來搞綜藝的 是嗎 好 那個 我要講完了 最後一個是這個 最後一個是這個 請大家認真作假 認真作假 認真作假是有意義的 我們今天已經講到了 很多很多的意義 雖然我們知道 那是假 那不是你真的天生地質 但是不管是男生 男生也需要 處理遺容修飾 女生當然可以做的功夫 或是空間就更大了 不管是自己 別人想生悅目而已 另一方面 我覺得 真的它是有意義的 有限的意義 可是如何讓一個 已經無聊的宇宙 有點意義呢 這就需要大家 最負民的意義 只要大家相信說 雖然是假 但是在假上面 弄點東西 不是不值得做的 我今天就講到這一邊 抱歉 再講了 那剩下的時間 讓大家 保留 謝謝 非常謝謝展開 我們回到綜藝咖的時候 那 講了非常非常 非常多的東西 我在開放大家 提問之前 有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感想 小小的感想 就是 我覺得殘忠好療癒喔 就是 剛好說 我們連休息都不用 這多好 對不對 我非常喜歡 那個日本的和尚 就是 也可以結婚啊 也可以喝酒啊 幹什麼什麼 都可以吃都不要肚 基本上都沒關係的 他已經告訴你說 通了 你不用那麼執著 那 就是 我玩一下 我也不會執著 那當然也沒有什麼關係 我倒是覺得 以前常常會碰到一些 一些修佛的朋友 他們過度認真的 會比較 詭異一點點的 我常常跟他們講說 你 滿腦子都說 我要怎麼樣 我今天沒有做到什麼 我要修行 然後開始念 我要 下去拿著念柱說 我要念到 多少萬回 什麼等等的 我說 你滿腦子胸 都是你啊 對不對 你那麼我直 說 我一定要放棄 我的概念 我是空的 然後一直想 我一定要怎麼樣 這是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奇怪 但是今天章章跟我們講的是 基本上這些到最後都是 就是好像可以 不用在意的 但是我覺得張康他 蠟掉了 蠟掉了一個中國人智慧 那個智慧就是呢 就是 後來的 並不是禪宗 但是是禁服宗 之後產生的一個 連自我修行都不用的 更簡單的 對不對 比如說我花個兩百塊拜拜就好了啊 我修行幹什麼 你看 中國人智慧多高啊 高到 連自己修行都不用 我派給你修行 然後我支柱他 我每個月定時給他一點錢 也行 這是不太一樣的 這是放棄自我修行 可是會變成是某種形式上的贊助 但不是自己在修活了 這個是比較詭異的一個後來的發展 然後啦 然後剛剛所講的這裡面呢 雖然講了很多都是空XYZ 然後到最後可能是PRQ等等的 可是 尼采有一種他一樣的想法 尼采根據你剛剛的那種XYZ到PR2的方法 他說呢 因為尼采他常被人家解讀為是 某一種通佛家的自我修行的 而且是我還是很重要的 對他來講 真正的自由就是那種 可以徹底的掌控自己的欲念 跟某種程度的統設所有的動機 跟內在的想法衝動 然後才能夠達到一種真正的自由 可是那個我是很很強烈的 所以他在追求的我或自由 雖然他通一些莊子 通一些剛剛所講的東西 但是呢他有一個理由說 我為什麼還是重要 就剛好就是XYZ會變成PRQ 可是他說整個世界啊 如果他無盡的無盡的 永遠不斷的變化幻化 有一天你還會變回來 所以實際上的存在 如果我們接受這個分子到最後被解消掉 然後再重組再重組的話 你現在我現在我們在這裡摺五 我們都重來再一遍 所以實際上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做了千百遍 所以那個我還在 正好是因為有這個解消掉的過程 所以那個我還會再變回來 所以呢 他也提出了另外一種的方法 就告訴你說 你真正逃脫真正的假虛真錯的方法就是 你要認定你現在這一輩子 就等於千千萬萬的重複的過了這一輩子 直到你願意接受你這一輩子 玩了一千萬遍都還是重複的話 那你還是願意過你現在這個人生 這個才是一種真正的安慎立命的方法 就是我再說一次 那個意思就好像說呢 就是如果你覺得藍綠都很爛的話 那你要到你安慎立命就 想成說我在一千萬年 藍綠都再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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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一次一次永遠都不會變 然後你還覺得說 好啦我接受這個世界啦 OK 那你才是真正接受了這一個世界 所以 所以 同樣是XYZ會變成PRQ 其實 在另外一個系統裡面 他反而 就是尼采反而是 轉了一圈回來變成祸還是在 可是那是機緣 那個緣還會再重新輪回過來一遍 那就是他又把那個時間又拉得更長 長到變成你又會重新轉回來的一種方法 但也是一種出路啦 雖然是那個橫向非常接近 但是走出來的是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做法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來開放各種疑問 我相信應該會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問題 大家可以想問 蔡康老師 OK 這邊這麼說 兩位老師好 第一個問題是因為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對比 所以一定要藉多機會先請問 葉昊老師說 那為什麼你選擇的是有根的宇宙 來跟我們今天講這麼多無根的宇宙 來做一個對比 那你覺得聽完了 你心裡的對比的衝擊跟想法是什麼 然後想請問詹康老師的是說 非常感謝你有非常邏輯性的一個演講 所以可以了解為什麼你要這樣安排 不過也因此我卡在說 當你講到空空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就想不能夠 我開始卡住說 空空本身是不是就是一個paradox 他能夠 當你能夠講出空的這個概念的時候 你本身是不是就是不空的 那怎麼樣去更能夠理解 找到一些所謂的有魔法皆空 你想要表達的空不空 才能夠去預理解說 你想要提了認真過生活 後面認真過假的概念 謝謝 OK 我們先接三個問題 然後等一下讚康再來一次回答 還有嗎 這麼客氣 我想要問詹老師關於瑜伽行蹤被歸在五分的世界 還有另外一個是 瑜伽障的學派被歸在五分的世界 這些分類的根據是什麼 好 OK 而且 因為選擇分類 所以才有剛剛第一個的問題 對不對 好 我們再接一個問題 瑜伽老師好 瑜伽老師好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剛才老師所講的認真做假的我 跟後來葉豪老師所提的 VSide 所強調的那種自我 這兩個我 有什麼意圖 好 非常好 我收到了三個問題 然後我們都交給大家看 這樣子的follow 這樣子的follow 我先想一下我接收到的問題 空空是不是本身又變成一個絕對真理 那就不要再重複講 空概念本身也應該是空了 對不對 好 現在任何概念都是空 是不是又併出這樣的一條 好 嗯 這個還是 假如說 如果一個 純粹的虛無可以存在呢 假如說 這個宇宙 從宇宙大爆炸 然後到整個 整個 整個宇宙 星球 星系 英文 不必然發生 假如這樣子的話 好 那 就是說空 作為一個真理 它就是說 任何東西都是 以平條件而產生 假如有一個宇宙 它是沒有東西的呢 那這個就不成立了 就是空等等 這些學說也都不必要了嘛 我想可能 大聖佛學會這樣子講吧 用這種方式來講說 呃 我們這個講的空 都是還是在 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面 才可能彈出這些話 是不是 我是可以這樣回答嗎 第二位是說那個 那個 Reyzong的 跟 應該要講 阿賴也是的不同 這邊我感覺到的是 有一點不同 呃 呃 呃 在印度 也不能說在 也不能說只是限制在印度 不過先有 大聖是先有中關 然後再有瑜伽系 那 嗯 本來兩個看起來是互相輔助的 也就是說 兩個不應該會互相矛盾 只是兩個從 相反的角度去講 同樣 同樣講的東西 所以他們都會 會在大聖裡面 在講到八世 然後到第八世是 阿賴爺爺的時候 呃 就是把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產生的原因都收到了這一世裡 至於說這一世 是不是一個永恆存在的東西 那這就是我會 呃 故意在名詞上面去 把 因為阿賴也是 呃 因為它是我們的本性本性 然後我們就要去明這個東西 見這個東西 然後一切就解決了 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呃 這個東西就是佛性 是不是 就是那個最大的 就相當於 其他宗教在追求的上帝等等 那它不只是 它不只是我們的文靜 文靜 它也是 生出一切的基礎 但是如果你只講它是個 生出一切的基礎 卻 而且不太去談它是不是 要有文存在的話 那它就缺乏了那個 終極實在的一個重要的成分 所以呃 我想如果瑜伽行蹤 如果把他們想的比較弱一點 也就是說 他們還是維持在一個 呃 佛學的正統 而不是 而不是去講一個 本性本性 那樣子的學說的話 也就是說 比較能夠符合空中的話 那它跟空中就是 從兩個方面去 兩個硬幣 硬幣的兩面去講 同樣的東西 這樣子的話 它還是會接受說 我們還是要站在 無根的宇宙這一邊 所以 所以 雖然是有個東西念出來 但是 但是 這個 它 從 從 從這個關係上來講 它是一個根 但這個根不是一個偉大的根 你也許要這麼說 第三個問 呃 講到 講到 第三個問題忘記了 第三個問題忘記 後面的那個 那個 尼采 尼采的 認真他 尼采的我 尼采的我 跟認真錯假的我 嗯 嗯 因為今天只講 我熟的東西 所以就是用 呃 如何 呃 我說 呃 有根也要解釋 無根也要解釋 那無根怎麼解釋 無根怎麼解釋 一種是用夢的方式來講 我們無謊知道 另外一個是用這個 因緣和合的這個空概念去認為 呃 不可能有根 那 尼采 按照 葉老師的解釋 就是另外一種方式 去叫你 所以 所以 無根的宇宙都是 強迫我們去 接受 呃 這個世界 我們生活在裡面的這個世界 以及它的一切 這一切是有煩惱的對不對 但是 大聖佛教就說 煩惱就是菩提了 你不要以為離開了 煩惱才有菩提 你也不要以為離開了生死有涅槃 沒有 涅槃就在這裡 你就是 接受你的生死吧 我們的四大五因的身體 我們的真實身體 就是會壞的身體 不要再去想 有個超越的 那 呃 這是一種 一種學理 那尼采的學理 就是用一個 這種 我們會重複 那 會再重� 因此 你也別再多想了 要嘛 你就認真面對這個 你如果這一次 想要逃避 退縮 你下一次 回來 你要再逃避 退縮一次嗎 如果你知道這是宿命的話 輪迴的宿命的話 那你這一次認真 好像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 呃 證明 呃 或是跟 跟這個無根的概念 去 去 連接起來 連接起來之後 就是叫我們要去 認真過日子 那認真過日子 我剛才 我剛才一直 想到要講 然後一直又拖到後面 然後又沒講 然後最後就就就就就 就 報告就做完了 我在 呃 看這個禪中的 這種超佛主師禪的時候 一直蠻覺得 剛才葉老師也講到了 呃 日本 和日本人 我一直覺得這個好像是某種日本文化 某種日本文化 某種日本文化 呃 禪對於日本的文化影響很大 呃 要專注地做這件事情 但是專注完了之後就可以再做別的事情 但是 呃 所以就是說 呃 專注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的時候是認真 認真 呃 而且認真到 更加講究 更加專研 更加深入的地步 可是它沒有可以跳脫 跳脫就是要你不認真 呃 呃 因為他們這樣子的專研 所以造成他們這個民族很精細 或者是很多東西 呃 發展得比中國人 原始出產地 還厲害 可是他們又 呃 呃 不是變成一個 很像實 很記憶性 技術性的 一種人 是嗎 這就是他們知道 認真 然後再一看 好 呃 我真的要帶他回來嗎 呃 呃 那個是你在行的耶 怎麼辦 呃 就由你回答 我忘記一個問題是什麼了 所以我失憶 呃 呃 前面已經結束了 呃 呃 好 呃 我們還有 還有接下來的三個問題 呃 這樣子嗎 呃 好 呃 已經開始有問題了 OK 呃 呃 認真做假的那個我 然後我有一些人會反應就是想樂主義 然後我想問一下這兩者有什麼差別 第二者是想 想樂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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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者有差別的關係 為什麼會是想到想樂主義 因為 我覺得想樂主義他人 有一個背後很大一個問題是 既然沒有做一個真實的識別的話 我們就專心當下了想樂 對 哦 哦 哦 這個跟道家的態度 風格的態度很差 是 對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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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想樂主義 並不是現在我們用的想樂主義這個詞 因為想樂主義叫是 即時行樂 呃 即時行樂 或者是甚至 也許 也許 也許伊比丘魯的那個時候的 OK OK 好 好 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呢 第二 來 哈嘍 請問一號老師一個問題 就是 我在台灣以後 他就接觸了一些基督教的 可能要的同學 然後我知道一號老師也有文教師 那我就想問一下 嗯 上帝就是不是真的存在 然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就是 基督徒很多時候就會祈禱 好 有沒有期待我今天這個有用嗎 這 真的 哈哈哈哈 你可不可以問一下讚看的問題 哈哈 哈哈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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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 你拐彎抹角又繞回了第一個問題 對不對 好 再來一個 好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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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想問一下是說 老師剛才我提到的說 就是 我們知道那是假的 然後我們還是在做 就是 認真地做這樣 那 這讓我第一個直接聯想到就是 所謂其他客所說的 他們在談論意識形態的時候 就是 在用精神科技的時候在談論上 他們會說 我知道 他會有個語法是 我知道那是假的 但是我 一來還是回去做 就等於說 他 他 他雖然在 你知道說 知道他是假 但是他在行為上已經證明說 那是真的 就是說 在認真做假這些事情上 究竟我在做的那些事情上 是我們已經是知道他是真 還是知道他是假在做 對 那這是 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都在像一次老師剛才提到說 就是 我們會 不要去執著這些事情 那 一個讓我想到就是 那個 海德格的那個 他在技術的追問裡面 講到的 Poesies跟 Geshner 就是 集聚跟產出 那一個像是 一個是所謂的是 人去搶索他 搶索事物 那一個是 人與事物 共同的 產出的 這個知識 那在海德格安邊所說的是 兩者 都是屬於人的 包含說 人的搶索 這件事情 就是說 比如說我執著於 佛學這件事情 本身就是屬於人的 不可避免的這一塊 那他又如何 在那個 在 老師剛剛所說的內容中 是被摸離開來 以上兩項題 我眉頭越皺越深 從後面的海德格安邊 我就聽不懂 然後前面的享樂主義 我也聽不懂 我也 我也不懂 嗯 這個 這個真的超過我 能夠連結上的 能力了 首先是 享樂主義 它是 像那個 一一九五的 那個 哲學史上的那個嗎 好我也不是很熟耶 所以 他是 他是 他是認為宇宙有根 還是無根 對嗎 他 可能是 像今天 然後 就 最初 但是 完全 就 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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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一比九五並不是很強調 享樂 這是我從前讀 課本的印象 認為說 他還是 比較 跟 斯多噶相同的地方 就是 就是還是會強調 平靜 如果 如果 欲望滿足快樂 其實也會有 快樂結束之後的空虛感 然後 同時 他也不能夠否認 說 痛苦的存在 所以 所以 如果講享樂 是不是 那個 那個思路大概會 會讓他沒有辦法 達到目的 所以 一比九的思路還是跟 平靜有關 那我不知道這個 歷史上 歷史上好像是把一比九五跟享樂連在一塊 所以 從 真正回到 哲學系統裡面的話 沒有一個哲學師在講享樂 對 就是 用中文的享樂來理解的話 應該沒有可能是這樣 好 烏根的宇宙 烏根的宇宙比較 比較 呼應我們現代人的心靈 因為 因為 包含了基督教的衰退 還有 新上學的沒落 這樣子 然後 社會科學的發展 然後 不同文化的互相理解 就會覺得說 我們的人 社會 民族之間的鴻溝非常大 非常大 那麼 如果你看到了一個文化多元主義 這樣子的情形的話 你就會覺得沒有一個根本原理 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自由 民權 平等 這也是 西洋化原來也不接受 他們是 某些思想變化 然後再加上政治情勢 再加上某些政體的建立等等 變成了那些國家的一個共識 但你想通了之後它是共識 並不是像 那些理論家 他們的理論家所說的 這叫做天生平等 這叫做天賦人權 只有在他們的文化裡面 可以接受 你搬到了非常相義的文化之後 就認為 那是天方夜談 我們相信阿拉 我們相信什麼 所以這些情形就造成了 理論家必須要在這個無根的宇宙裡面找方案 找方案 因為有根的 或是有第一原理的 就越來越難說服別人了 我想這是我會對於莊子跟禪中有失趣的原因 因為他們在我們這個現代世界所謂的世俗化還有科學主義 物質主義發展之前 他們的這個懷疑論 他們的懷疑論已經導致了他們可以提出一個 就在這個世界中間將就的生活態度 但將就又不是叫你不去認真的生活 所以你不只是運水單柴 穿衣吃飯這種簡單的事情 你要去做大事業也可以 你要去當市長當總統也可以 做那種事情一定也有一個禪中式的 在這種事業上面用功修行的辦法 跟別人做市長做總統不一樣 就是我認為他們在 他們在還沒有面臨到我們這種 這種行上學危機 或者是宗教過程之前 就已經想到了一種可能性 可是抱歉這個海德哥的問題 真的無法 更加無法回答了 要再繼續多多數的問題 那這個上帝存在的問題 還有祈禱的功效 上帝存在的問題跟祈禱的功效 哲學上不是有上帝存在的恩路論證嗎 恩路論證都可以再繼續的這個深化 被攻擊 然後修正 然後再繼續再提出新的補充 所以這是一個沒有結束的問題 也沒有定論 但是也沒有完全否定掉 認為上帝不存在的問題 那但是論證是一回事 論證也是人跟人在溝通的時候 只好用理性的那一部分 去大家來硬碰硬 較量看看 人還有感性的部分嗎 或是非理性以外的 廣義的感性的部分 我想很多人他們相信上帝是因為那一部分 嗯 在那一部分上 因為那就不是人跟人能夠溝通的地方 所以就變成了信者文信 沒原則 像我就是偏向不可之論 也就是說 我真的很希望哪一天我能夠聽到一個聲音 然後這個聲音要自我介紹說 他是觀世音菩薩 不然他是阿拉 不然他是上帝派的天使 只要我聽到我就相信 但現在還沒有這個機會 真的我就是一種感官主義吧 眼見為憑或是耳聽為憑 只要他顯示給我看 有一個大的力量壓到我身上 我就會相信 那至少對我就為真了 我也知道我不能夠只用理性去認知事物 可是我聽過好多的基督徒 或好多的佛教徒 佛教徒比較少 基督徒比較多 基督徒尤其好像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這樣的特殊經驗 我好羨慕他們 好羨慕他們 那他們得到了他們確實的證據 只是那個證據就不是科學的 實驗室裡面可以重複做一次 那就沒辦法 他們就有緣 有的還有佛緣 有的可能跟妙禪師父有緣 都很好 我完全不嘲笑妙禪 我覺得他的這個宗教的辦法 跟其他的宗教成功的路線發展的模式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那我也知道 有人因為信了妙禪之後 得到了很好的心靈轉化 但是每個宗教裡面都有人是去教朋友的 不要說妙禪 別的教會也一樣 也一樣 但是有的人是真的用那個方法得到了不可能 就是我聽起來很羨慕的一種性格的變化 還有對於人生觀的一個整個的翻轉 我們翻轉實在 但是這個我們今天的翻轉只是講講而已 但是他是真的把自己翻轉 變成一個更好看得更開 然後更無欲無求的人 還有放下自己的堅持信息 這個 所以任何人相信的任何宗教 那個宗教跟他有緣 然後對他有好的影響 我就會覺得說 那就是好 我們社會上就是需要這些東西 就需要你有這樣的一個人帶你去修行 所以我自己把自己的宗教立場都講出來了 應該不用再解釋下去是不是 還有後面後半是什麼 上帝的認證後半 這真的不是我能回答的 可是 我的確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 所以問過了 問過了基督徒的朋友 他們會回答是這樣子的 你看從 不知道的人來講 就是說 這個當然你的生病 當然是醫藥幫你治好的嘛 怎麼可以歸因到別的上面去呢 可是從 你加入了宗教的視野之後 看待這個事情就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醫藥也不是百分 就算是 就算是再客觀的 也沒有物診 也沒有什麼的那個藥 進入到人體 也不是每個人的反應都一樣的 你怎麼知道你是好運的那個還是不好運的那個 然後你是 今天發現還是三天後發現 這裡面的機運 是不是上帝保佑你的 一切都可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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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神機的觀點去重新解釋 這就是 為什麼 我念哲學越念越迷惑 我覺得沒有哪一個系統是真理 我們面對的這個世界 我們要解釋的 包含了 我是在這個世界裡面 它是很有疑問的 它是 從不同的角度 都可以解釋得通的 然後還有呢 也都有解釋不通的 我們的世界是矛盾的 所以我也很 除了我想要信一個宗教之外 我也很想要信一個 馬克思主義還是神 沒有辦法耶 學了二三十個系統之後 覺得每個系統都 都很厲害 但是每個系統都沒有辦法 把別人給誣死 好 所以你如果找一個 有信仰任何宗教的朋友 去問他說 為什麼要祈禱 或為什麼要拜佛的話 他們會給你完全不同的試驗 然後你也沒辦法佛導他們 可以啊 台灣的每個教都歡迎你 多去認識 多去了解 參加他們的活動 對不對 OK好 我們爬了二三十個系統 是嗎 而且這些系統 後來都被 都被三堂給歸類了 那當然 接下來就是看 大家各自選擇 或者是 看緣分了 然後呢 但是呢 有一件事情是不靠緣分的 因為這個時點 在這裡要收工 所以現在已經46分鐘 我必須在這裡喊停 但是呢 還有一點點時間 就是如果你還有問題的話 私下都還可以 到前面來 那特別是 問我基督教的 如果你要的話 可以到前面啦 OK 那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那個活動 那張康教授講 就到 折舞初體驗 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